从前闭关是完全是自立 独善其身 蛇臣之后才奸善天下 现在我们没有蛇臣也奸善天下 每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用录像播出去 这个样有好处 报施主恩 施主供养我们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要讲给他听 要跟他汇报 我们真学不是假学 这样就好 这个是讲的放下 那你学一门 其他的通通都要放下 你才会学得好 你如果说是想学这个 想学那个 那就不行 你就学不好了 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如何理解随文如冠 是否学习经典时 把自己的身余意集合起来 就是随文如冠 不是的 这个随文如冠不可以 这个 讲错了 随文如冠是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境界 你自己就入到这个境界 如果真正能做到随文如冠 这一部华严经念完了 也成佛了 那你比如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贤手品 贤手是这个施行为菩萨 你念到这个经文 你就越也达到施行为了 你就正得了 像善才童子 五十三才 每一参访一个善知识 他就提神一级 那就是随文如冠 他参访吉祥云比丘 是初祖菩萨 参访海云比丘 他是二祖菩萨 他积极高深 所以他参访到最后 普贤菩萨 他正得究竟圆满的佛国 就是要入他的境界 你不能入他的境界 就很难 但是入他的境界 刚才讲了 你要不能彻底放下 你入不进去 为什么他能入 我们入不进去 放不下吧 放下就起入了 所以张家大师叫我 我来向他请教啊 怎么样 有没有很快速的方法 让我起入境界 他就告诉我 看破放下 看破是明了 放下就起入 真正懂得了 清楚明白了 这都是虚幻的 是假的 你还要留念干什么 还要执着干什么 所以这叫看破 看不破就放不下 他认为这都是现实的 都是真实的 佛法讲的是虚无缥缈的 西方极乐世界我还没见到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还是未知数 那就没法走 那他永远没有机会 永远无分 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 这个随文入贯做不到 那现在就老实学习 从哪里学呢 一定从地质规学 地质规是基础的基础 四个根 它是最浅的一个根 一定要做到 第二个是根音笔 第三个是十三月到几 第四个沙米里 只要一身做到一样 我只要把弟子规做到 你就是善人 佛经上打开 善男子善女人 你就是善人 弟子规做到了 我们的敬业三福 前面两只做到了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这两句就有了 凭这两句 生凡胜同居徒 就有把握 所以如果连这两句都做不到呢 你念佛念一辈子 不能往前 你也想到为什么 因为我的心形都不善 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 我们不善混进去 人家又排斥你啊 阿弥陀佛再慈悲相尽 大众不能容纳你 所以这个也要想到 所以佛也没有法子 佛要尊重大众的意见 这是大众不接纳的时候 这就没有法子 所以那个世界是善 我们这个世界 人心如果通通都是 纯善不悟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 所以我说 极乐世界跟我们这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 静随心转 我们世界人心不善 所以变成灰土 底下一个问题是无形无相的真理 是否对不同层次的人 基于不同的说法 对的 这个是 这个 说法很多 确确实实 是对不同程度人来讲的 底下一个问题 老法师教导我们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 与初学佛法的人 还达不到 做而不做 不做而做的程度 请问该如何对待 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如果你能够做到 做而不做 不做而做 那你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度很多众生 你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 随类化身 那就是做而不做 不做而做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功夫 没有这个智慧 我们现在就是要减轻自己的负担 要随缘不要盘运 为什么呢 你事情越少 你的专精 那个成就会非常快速 你现在事情太多了 你就做不好 在这个世间法也是一样 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一生专门搞一个行业 可以做到底界 如果你同时经营很多行业的话 你就想想看 你多累 样样都要管 公司虽然很大 很多子公司分公司 到最后经营不好就破产 就全盘失败 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 他如果没有那么多庞大的分公司 一个公司做得很好做得很大 他成功 他不会破产 凡是破产搞很多什么 贪心 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超过福报的时候 他就破产了 就结束了 所以这些人他没有学佛 他要学佛的话他不会 他学佛懂得什么 要佩服 我有这么大福报 我还要佩服 我可以做很多事业的时候 都选拔人才 让别人去做 那就完全真求 自己一点不操心 那是有智慧聪明的人 样样都拉到自己手上 那是很笨的人 那是非失败不可 他要不失败的话 他寿命不长 为什么太累了 累死了 下面一个问题 老法师经常教导我们恒顺众生 随其功德 可是弟子七十一岁了 在生活当中应如何来行持 这个七十岁以上 就要一切放下 确实恒顺众生 不要管他们的事情 自己好好地念佛 七十岁了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求生进度 我们念佛这个法门很殊胜 这个不容易受到干扰 人家不喜欢 我们不开口 心里默念就行 要保持不间断 一切放下 一心相复 一心相复 一心想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才真正是家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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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